接下来这就不是只是开罚单的问题 而是已经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了 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有民众投诉 一栋大楼的保全没有经过住户同意 就乱翻这个住户的信件 连这个警察站在旁边也照翻服务 现在呢为了这个翻找一封信 住户和保全闹上了法院 住户真的是气炸了 因为保全人员既然没有经过住户的同意 就擅自翻动他们的信件 就算有住户走过去 保全人员还是视若无睹 就在大楼的管理室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擅自拿取住户的信件 整个时间长达20分钟 住户请警方来处理 这时保全人员才离开信箱旁 不过手里还是拿着一大碟信件 其实我们不知道说当时是有什么东西 对 只是因为有住户看到说 为什么保全人员会有这么奇怪的动作 对啊 什么奇怪的动作 就是他拿着词在挖信 知道了之后才知道说 他挖的是一封信 原来住户和管委会之间 因为垃圾压缩机的问题谈不拢 住户气的寄了一封匿名信 说对这样的管委会实在看不下去 管委会认为住户有损名誉 和住户杠上 要求当班的保全 从信箱找出这封信 如果他今天来投的是炸弹呢 我们保全我们不管他们的私下纷争 我们是受命的 住户说就算怀疑有炸弹 也应该先通知住户 才能打开信箱 管委会的说法他们不能接受 现在管委会和住户走上法庭 和谐的社区因为一封匿名信 搞得鸡被狗跳 住户新闻林真言 薛惠文高雄报导